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都经济域,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商成长频道 我们今天来聊聊你所不知道的,所谓提前退休的残酷真相 很多人都梦想着财务自由,梦想着自己能早日退休,过上悠哉悠哉的生活 但是提前退休也有很多阴暗面,却很少被人提及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聊那些所谓的阴暗面 这是所有一心追求经济独立和提前退休的人都应该考虑的事情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记得要点赞订阅 我们还有更多更精彩的节目要与你分享 所以听好了,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你必须了解的第一件事就是 与实现经济独立和提前退休相关情绪的调整 很多时候,一旦人们提前退休了,就彻底放飞自我了 他们会对眼前一切的可能性充满了兴趣 但是,用不了多久,你可能就会产生一种焦虑的感觉 你会想,我都做了什么呀,我的退休生活还那么长 能一直衣食无忧下去了,有保障吗? 这种情绪波动是你一旦真的退休时,就很容易会产生的情绪 你要明白,当你生活发生了那么巨大的变化之后 焦虑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体会 当你以一种方式生活了十几二十年之后 当你忙忙碌碌地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 忽然你要退休了,你必然会很焦虑 你会想,如果提前退休不适合我,那样怎么办呢? 所以,这实际上是一种你在提前退休之后会体会到的负面情绪 但其实也会有很多正面的情绪 例如,每个周日的晚上在工作的时候很多人就会产生一种焦虑 他们会想,周末又结束了,周一又要回去工作了 还有一周忙碌的工作在等待着我们 又要面对那么棘手的事情了 这种情绪让我们无法放心享受周日的晚上 虽然这还并不是工作时间 但是,一旦你提前退休了,你就再也不用工作了 周日就可以尽情放松,真正享受这一整天的时间 再也不用因为随之而来的工作日而焦虑 再也不用担心第二天的忙碌生活了 人们不曾告诉过你的 提前退休的第二个阴暗面是 通货膨胀率和市场波动 当你已经退休之后 市场的波动对你来说影响就非常大 市场下行的时候,你的钱就被套住了 市场复苏的时候,你的投资账户里的钱就会增多 但是和以前你还在工作的时候相比 当你提前退休之后 市场波动对你来说影响就会更大 如果你很焦虑的话 或者你很在意自己投资组合的风险 那波动就很容易会对你产生消极的影响 你提前退休之后 就只能依靠你的股票投资组合了 这时候的市场下跌 就会实实在在地影响到你的生活方式 和退休之后的日子 应该很多人都在过去这一年当中 经历过这样的情况 2022年是股票市场惨不忍睹的一年 所以如果你恰好是在2022年退休的话 那你很可能就体会过那种深深的焦虑 这可能会让你产生反思 从而稍微修正了自己的计划 2022年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 给了我们意料之外的一击 而我们可以从这种情况当中 吸取一些教训 首先我们要明白 有一个多样化的投资组合 是非常重要的 紧跟市场的趋势也很重要 必要的时候 你还可以调整自己的预算提取率 甚至要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 同样重要的是 你要记住在市场波动的时候 收入多样化真的能在关键时候救你一命 另外一个丰厚的应急基金 也可以帮你解决很多问题 比如说如果你只投资股票市场的话 那遇到股票崩盘 对你来说就是毁灭性的了 但是如果你又投资股票又投资房地产 那你每个月都会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收入 能够支付你早早退休的费用 如果你真的很想要制定一个 指导自己如何投资股票市场 如何投资房地产 如何发展副业 从而支持你提前退休计划的话 那你可以打开我们的播放列表 搜索相关的内容 我们能够从头开始 从认清自己的目标开始 到制定路线 发掘自己的能力 到实现愿望 过上梦寐以求的生活 帮助你实现一步一步的成长 还等什么快来加入我们吧 下一个负面影响是 人们很少会谈论我们的医疗成本 大多数时候 人们是会考虑到他们的医疗费用的 他们会考虑到自己提前退休的时候 总共需要准备多少费用 但是在人们制定他们的提前退休计划的时候 其中很多的成本其实是被忽略掉了 比如说视力矫正和牙齿的保健这些 很多人都会忽略的最大的一个成本 就是长期护理机构的成本 现在你还身强力壮的 处于提前退休的阶段 可能还很难想到 你也会有去长期护理机构 或者需要长期护理设备的那一天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你要好好考虑 以后等自己老了 是否会需要去到那些机构当中 还是说等你岁数大了 会和家里人待在一起 你必须要提前有个规划 因为这是一笔可能会发生的开支 而且还是挺大的一笔 会大大消耗你的资产 提前退休的另一个 人们不常谈起的阴暗面是 我们的人际关系 一旦你提前退休了 你的家庭 你的朋友圈 大家庭中彼此之间的关系 所有这些都有可能会发生变化 提前退休对于家庭来说 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 是夫妻两人一起退休 还是只有一个人退休了 而另一个人还要辛苦地工作 有的家庭关系很和谐 大家都厌倦了忙碌和工作 所以一起退休了 这样就可以花更多的时间相处 也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 大家其乐融融 都很开心 皆大欢喜 夫妻感情好的话 还可以彼此扶持 相濡以沫 重新找回年轻时候的感觉 如果你根本不喜欢 跟你的伴侣在一起 如果你跟自己孩子之间的关系很紧张 你的孩子根本不愿意待在你身边 这样当你空闲更多 不得不跟他们相处的时候 可能会适得其反 对你的人际关系产生负面的影响 你可能会觉得很好笑 怎么会有人不喜欢跟家人相处呢 但是这其实是真的 人们真的会因为忽然 要跟家人度过那么长的时间 而感到震惊不已 难以适应 他们更习惯每天离开家 去工作8到10个小时 可能因为工作的原因 他们总是要飞来飞去 很少待在家里 但现在他们会一直 和配偶和孩子在一起 这对他们来说 实在是不堪重负 所以当你谈论 要不要提前退休的时候 这些都是必须要考虑到的事情 最后一个人们不怎么会谈到的 提前退休的阴暗面 是旅行的期望 和旅行的现实之间的差距 这一方面 其实对很多人来说 都是很大的打击 很多人退休之前都会设想 等到提前退休了 那就要一直不停地 去世界各地旅行 但是等到真的退休之后 就算是有旅行 但是往往也没有 事先计划的那么多 这是因为 如果提前退休的话 孩子们往往都还在读书 大家都得等着孩子们的休息日 才能够组织全家旅行 平时你也可以不等孩子们 尽情做事情 但是要长途旅行的话 还是要等着孩子们放暑假 或者别的长假才行 毕竟家里有老有小 不可能真的潇洒地 想走就走 这是提前退休之后 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所以大家才会都迫不及待地 想要孩子赶紧上大学 到时候爸爸妈妈 既可以常常旅行 还可以时常去大学探望他们了 即使你并没有孩子 旅行的期望和现实之间 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差距 要想随心所欲的旅行 还是有挑战的 你可能想要环游世界 但是预算却有限 没有办法满足你的所有梦想 因为旅行的费用 还是相对高的 又或者 你会想要跟别人一起旅行 但是那些人都还在工作 所以可能只有你是孤家寡人了 这些都是你在谈论提前退休后的旅行计划的时候 必须考虑的事情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 人们很少探讨的提前退休的阴暗面 我们希望这能引发你的思考 让你能够提前跟伴侣和家人聊一聊 真正考虑一下提前退休的一些潜在的负面影响 想象自己究竟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这样等你达到经济独立 能提前退休的时候 你就能提前预防这些负面影响了 那么你对于提前退休有什么憧憬 计划又有什么顾虑呢 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吧 我们期待着你的回复 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点赞订阅 这里是推进机遇 我们下期再见吧